但拘捕這件事 我覺得很討厭 當番茄師兄說我已經不再找這個贊助 然後我的朋友林康正看了這件事 就鬆了一口氣 怎樣啊 我不是批評林康正什麼 這件事很濕碎 你們就將它提升到黃藍的層次 林在南 你有什麼理由找他贊助 你現在取消了在我們群眾壓力之下 逼到你取消了 我們鬆一口氣可以慶祝了 那跟共產黨的壓迫一樣 我看看什麼程度 你找了何君堯 我覺得還可以 你找了黑超哥贊助 我取消黑超哥我會鬆一口氣 這是什麼人 他是林作 我就是講一個淺藍 你連一個淺藍都不能夠容納的話 你不要跟我說什麼爭取大多數 你那些黃絲不是經常都說爭取大多數嗎 就是少少政見不相同的人 你都不能夠接受 或者你覺得他 反過來兩班人 一班人就覺得政見不同 另一班人就覺得他很奇怪 喂 奇怪不奇怪 這件事就主觀與判斷 如果一個很奇怪的人 幫到那間公司 幫到一間皇帝有生意 那你何嘗 不為他應該替他開心 替他開心呢 為什麼他覺得這間店就是不能夠找一個奇怪的人 這些我就已經撇開不講了 我就主要講政治方面 喂 那你可不可以反過來想 既然他個人對於政治是沒有什麼癖好的 喂 你把他拉過來變成抗爭者那邊行不行啊 把他藍鑽王 你們不是經常都在講這些話嗎 現在就不講了 現在就是我看不上超那個人 那個人的政見不是支持我們的 我們要把他踢走 我問他 很簡單而已 如果你問我 如果我是林匡正 我明白他為什麼這麼生氣 因為這個可能我遲下都會說 因為他也是記者 那他又經常都說那些人是假記者 那他說什麼 那你就留言說 喂 林作 我呢其實都是番茄師兄的支持者 但我都是你口中的假記者 其實我呢 都想找個機會告訴你 我們這班記者不是假的 我們這個公民記者都有採訪的 喂 可不可以我們找個機會 告訴你這件事 然後糾正你那個誤解 那是不是給你說 喂 你總之就不能夠找林作去做贊助 總之我就覺得林作就是要收皮 是不是好很多啊 這個就是我覺得 就是為什麼 我對於黃藍這件事很厭倦的原因 就是呢 是很無謂的 就是如果你說 我花一天時間去討論 那些師兄的湯底難不難吃 OK 我的朋友去過吃飯的師兄 他覺得很難吃 那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我也覺得很奇怪 或者每次呢 討論一家東西黃定藍的時候 總有些人撲出來 這家東西一定是垃圾 這家東西很難吃 我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都一定有人呢 是覺得 批評一家東西很難吃 是 一件 就是 很值得 這是自豪的事 但是我不擺一邊 那起碼你是討論一家東西 能不能吃 喂 不是啊 你看他幾千個post 就是幾千個like 幾千個post 幾千個生氣 都是討論一件事 就是應不應該找林作去贊助 就是去到這一步呢 我覺得不要搞什麼黃色經濟圈 搞黃色經濟圈 結果執著些什麼 就是那些人 那些黃絲最喜歡說什麼 現在有47個人被人拘捕了 為什麼你們會討論林作和鍾培生這件事 你是不是被人拘捕了視線 哦 林作和鍾培生打拳 就轉移了視線 不關心47人 你們呢 就花精力去討論什麼 就是番茄師兄 應不應該找林作贊助 就是不要這麼無聊 就是去到最後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我寧願呢 黃色經濟圈消失了 不要再說這件事 那些黃店怎麼說 就是他自己做 他自己可以繼續透過他的社交媒體 去表達他自己支持政見 你覺得適合的 你就去吃 但是不要跟別人說 一定要吃黃店 不要跟我說 藍店就不能吃 藍色的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就要 他完全割席 我不是說這件事不值得去做 但是現在已經轉移了時事 沒有人再說抗爭了 個個都以為分了黃藍自己就抗爭了 就是這個呢 才是令我最嘔心的一件事 沒有人在選擇 但是我完全沒朋友 叫你說這成績 現在是很麻煩 那一件事 然後禁油 然後禁油 哪一件事 就像一個白鮪 但ек似 是 只有這個